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非常耐看的一个配色 那我入手这双球鞋的价格呢是700人民币出头一点 那这双球鞋的原价其实是1299块 那我其实是差不多六折的价格入手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入手的价格去入手这双库里7 其实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那除了这个中国年配色之外 我还比较喜欢的有两个糖果配色 还有一个女王节的一个配色就是紫色 其实这几个配色我个人都是比较喜欢的 那我记得库里商与付出的时候也是穿的鸳鸯的糖果色 然后网上的价格我记得差不多也是在1200多 1300元价左右徘徊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喜欢这样一个配色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入手的 在球场上是非常的亮眼的 那主张球鞋的外观设计我个人还是觉得不错的 虽然是一双低帮鞋但是它的流线以及各种线条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我手上这个配色的后跟的这个花卉图案的这个点缀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耐看的 在球场上低调也不失骚气 那所以说中央球鞋的外观 以我个人来看的话 我个人可以给到8分的一个分数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中央球鞋的综合实战表现 那中央球鞋我还是选择了42.5码US9码 它是没有偏码的 那42.5码的单只重量是380克 那作为一双后卫的低帮鞋来说 我觉得这个重量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那中央球鞋的中底是用到了两层缓程科技 那一层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Michael G 在NAMO大多数的团队篮球鞋上 都是用到了这样一个中底科技 那还有一层就是NAMO今年主打的Havor缓震科技 那我初次体验到Havor这个缓震科技 其实是在NAMO主打的一双旗舰款的跑鞋上 那双搭载Havor的旗舰款跑鞋 在我去专卖店进行试穿了之后 我是觉得这个脚感是让我非常惊喜的 也是可以战胜近年来我穿过的绝大多数的一些 同价位的跑鞋的 那来到了这双库里漆上 这个Havor的调教其实就没有在跑鞋上那么的软弹了 那相比之下 这个中底给我的感觉 虽然是用了两层的缓震科技 但是总体的脚感来说还是偏硬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是一个大体重球员或者对球鞋的缓震 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放弃这款库里漆带了 因为这双球鞋并不能满足你对缓震上的要求 或者说并不适合大体重的球员去进行穿着 因为这样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膝盖 以及你的一些关节 因为这双库里漆带是一双 非常有针对性的一双后卫篮球鞋 所以库里系列的一些篮球鞋 基本上都只能适合于打法类似于库里 或者说体重类似于库里的一些 我们这样的篮球爱好者去穿着 那如果说是大体重 或者说对缓震是非常有要求的话 那库里系列的所有篮球鞋 我是不建议你去尝试的 那库库里系列在我个人实战的这四五场之后 有室内木地板 有室外的橡胶地水泥地 也有室内木地板的一些全场的娱乐局 穿下来的感觉就是库上球鞋的中底的缓震 以及反应 是非常适合于追求极致场地感 极致反应 或者说对缓震没有太大要求的 一些体重不是很大的后卫 或者说速度型的后卫 或者说只适合于在室内木地板 打全场的一些球员去穿着 因为虽然它搭载了这双层的缓震科技 但是它调教的整体来说还是偏硬 偏韧的 那我在室内木地板去穿着中央球鞋 进行突破 进行横向移动或者起跳 那中央球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甚至觉得是非常的舒适 那当我来到了室外水泥地 我进行了非常用力的起跳 或者说踏步突破的时候 我的脚后跟就被震得非常的疼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穿着中央球鞋去 水泥地打了一次之后 我的右脚脚后跟被震得疼了将近两天 那我个人是觉得中央球鞋 是不适合于室外的一些实战的 所以中央球鞋从中底缓震科技开始 就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针对性 就是针对像库里这样的打法 或者说体重没有太大的后卫 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款球鞋 所以给中央球鞋的中底缓震 以及反应打分的话 那我前面也说了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缓震 以及大体重球员的话 我觉得这期视频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你可以去看我的其他视频 那如果你是一个体重 或者打法和我相似 或者说追求极致场地感 对于缓震没有太大要求的后卫 或者说小前锋的话 那中央球鞋的打分可能对你有些帮助 那我给中央球鞋的中底缓震的打分 可以打到8分 那在Havo以及Michael G缓震科技的当中 其实就是夹了这一层金色的 TPU稳定承托盘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TPU稳定承托盘 可以中央球鞋中底的一些稳定性 以及抗扭性 带来了非常关键的一些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球鞋的整体的刚性 在这个TPU承托盘的效果下 是非常强烈的 那中央球鞋的弯折点 也是在承托盘之外的 也就是脚趾弯折的位置 那鞋后跟部分的这个TPU 我个人觉得刚性也是不错的 那中央球鞋的鞋底外侧也是做了相应的延伸 这也是库里球鞋的一贯设置语言 然后再配上中央球鞋的鞋面 是用到了非常厚实的网面 以及热压复合材料 所以中央球鞋的鞋面的一些整体的刚性 以及支撑性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那我在我实战中 我穿着中央球鞋突破 或者说在横向的滑步 或者说登地的时候 我是觉得中央球鞋给我带来的这种稳定感 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中央球鞋的后跟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后跟是被分成了两块 可以给双脚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 着力的一个角度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设计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库里球迷的话 你一定知道从库里五代开始 就已经一贯的使用了低帮鞋的一个设计 那为的是更好的让库里在比赛的时候 戴上比较厚重的护踝 再穿上他的签名鞋 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你和库里一样 习惯戴护踝去进行实战的话 那中央球鞋是非常适配于 戴上护踝去进行实战的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就是简单的穿上一个高帮的精英袜 然后就是穿着中央球鞋去实战了 那中央球鞋的脚踝的保护性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中央球鞋的支撑性和稳定性 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 所以在穿着中央球鞋在突破 或者说在加速的时候 我丝毫不会担心中央球鞋会有一些侧翻 或者说让我有崴脚的一些风险存在 是非常安全的一些感觉 但是中央球鞋在脚踝部位 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部分的网友 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在中央球鞋的脚踝内侧 鞋帮和鞋舌的这个连接处 是非常磨脚踝的 那我在穿着中央球鞋实战 第一次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感觉我的脚踝的内侧的皮 就已经被磨破了 那我当时就没有太在意 当我第二次在穿着中央球鞋 去实战的时候 我脚踝内侧的这块皮 就直接被磨破了 直接就是出血了 我也是问了一个和我买了同款的一个好朋友 他专上中央球鞋也是有这样一个磨脚踝的一个现象存在 所以如果你也购买了中央库里 鸡带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请你在弹幕里扣一个1 那中央球鞋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有偏大或者偏小的现象存在的 那中央球鞋的鞋型设计 或者说鞋转设计 鞋面在我穿上中央球鞋之后是非常的贴合我的双脚的 那我感觉中央球鞋的包裹性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但是在脚踝部位的这个填充物可能就并没有那么饱满了 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库里穿着中央球鞋是为了更好的去适配它的护踝 所以在后跟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空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感觉其实也是够用了 因为它的外底的稳定性以及球鞋的整体刚性 我个人是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包括中央球鞋前掌以及中段的一些部分的贴合度以及支撑性 我个人觉得在后卫鞋里面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水准了 虽然中央球鞋的鞋带系统是只用到了一个五孔的支带系统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中央球鞋在系紧鞋带之后 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包裹性 然后鞋舌也是非常贴合脚背的 也没有什么压脚背啊或者说不舒适的地方发生 所以中央球鞋的保护性以及包裹性 那我个人可以给到八分的一个分数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鞋面内侧是用到了非常多的网眼孔 包括前掌部分的鞋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面的一个鞋面 包括鞋舌上也是有很多的孔 那这些透气孔其实是真真正正存在透气效果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不管在室内或者说室外 穿着中央球鞋实战两个小时或者说更多的时间 是没有出现脚不透气啊 或者说直接袜子就湿掉的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的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舒适的 那所以说中央球鞋的透气性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那中央球鞋的外底是用到了非常大面积的 人字纹以及水波形的圆形的纹路 那这样一个纹路在我实战中的感觉就是抓地地的表现是非常好 虽然NM这样一个外底橡胶材料在我胜利木地板实战 去摩擦地板的时候并没有那种吱吱的声音 但是它的抓地地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这个靠近脚趾发力部位的这样一个圆弧形的纹路 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在不同角度去蹬地的时候 都能给予双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在抓地力方面 那在我这几场实战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打滑 或者说是抓地力不足的情况发生的 所以中央球鞋的抓地力对于后卫来说也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我可以给到9分的一个分数 那中央球鞋的外底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去 比较粗糙的外场水泥地去进行穿着的 虽然我在外场的水泥地已经实战了过两次 这个磨损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OK的 但是中央球鞋因为中级缓震偏硬的关系 所以我还是结合来说 还是不要去外场实战了 那鞋面因为是用到了复合面料以及热压的一些科技的面料 那我个人觉得在实战了几场之后 除了前掌在脚趾弯折的地方容易产生一些变形的褶皱之外 虽然这个变形没有特别夸张 因为整个鞋面的刚性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强的 所以中央球鞋的整体的一个耐磨以及耐用性的话 我个人可以给到8分的分数 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央库里期待的综合时间表现 那我个人是觉得中央库里期待是非常适合于 体重不会太大的一些小前锋 或者说比较灵巧 跑动比较多的一些后卫去穿着的 那试用的场地我个人是推荐室内木地板 因为它自带一些缓震 因为中央球鞋的中底是总体来说比较偏硬的 那穿着中央库里期待进行实战之后 我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 就是感觉中央库里期待特别像中央库里一代的低帮版本 因为中央库里一代大家都知道 是当年的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实战神鞋款 对于后卫来说 甚至说一些前锋都是可以穿着的一个鞋款 那当时也是推出了低帮版本 那在我第一次穿着王中央库里期待去进行实战之后 我回家就拿中央库里一代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对比 那我左右脚各上脚了一只嘛 那我感觉中央球鞋不管是前掌的一些宽度 或者说外底的一些造型啊 或者说延伸的一些防侧翻 包括后跟的一些稳定加固 虽然说一代是用到了后跟大面积的一个TPU 在七代上是用到了一个环绕型包裹式的一个TPU乘托盘 做了一个稳定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双库里一代的实战表现的 这双库里一代已经可以纳入我个人人生目前为止的所有实战鞋当中的 已经进入前十的行列当中的一个表现了 所以说适合去穿着装库里期待的朋友 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群体 首先就淘汰了对缓震有要求大集中的朋友 那再来就是你能承受它一个低帮的一个造型 然后就是装球鞋非常适合于 如果你是一个在室内打球 室内木地板打球比较多的朋友 或者说在室内比赛比较多 全场比赛也非常多的一个朋友的话 后卫一定要是后卫或者说体重较轻的小前锋 那我觉得装库里期待你一定要去尝试 千万不要错过 所以装库里期待也是我最近如果去室内有全场局 或者说全场比赛的时候 也是会首选装球鞋去穿着的 那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装球鞋的鞋帮内侧 真的是磨脚踝 我现在在穿着装球鞋就是直接在这个脚踝部位 就直接用绑带去包裹它 或者说直接贴一个创口贴 不让它进行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摩擦 省得它再又破了会非常的疼 那最后我可以给到这双非常有针对性的库里期待 以及只适合小部分小众人群的一双库里期待 最终的评分是8分 这是一双不可多得的后卫好鞋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一定要点赞转发收藏评论投币 一键三连很关键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